來教大家怎麼樣拆卸艾普森打印機的那個端口 首先拆掉這個端口要去掉這兩個螺絲 這一個 兩個螺絲 這兩邊的 這兩邊的螺絲不是中間的哈 兩邊的螺絲去掉之後這個端口就拿下來了 如果裝回端口呢 這個向上 這個向上面 然後換進去 這個向下 這個頭頭向下然後 換進去就可以了 換進去就可以了然後巡上兩顆螺絲 巡上左右兩顆螺絲 要巡緊哈我這裡沒有巡緊你要巡得很緊 那就可以了端口插上去的話直接這個 插上去兩邊鐵爪按回去打開的話鐵爪扳開 這個這個扎下來可以啦謝謝你哈